中国人的祖先是谁 中国人敲进祖先办法论是谁可开 中国人的祖先是谁 高刚话过四半比辞了 咪穹泡当当马克迈 阿塞 铁笼 麦南 两 啪叫黄 啪叫盐 本铺南 孔松啪泡也 孔松啰智 后来 孔松啰当 前面担担 孔松啰智 将迹碰智 孔松啰智 前面担担任 孔松啰智 修生益教 由许数随着 同志向美国人敌 本来显向蓬 waters 孔松啰智 孔松啰智 传途被修行 戴古党冲泡华夏 昆金论朗正列断华本陆兰恐颜黄 好的接下来请大家跟我读一遍中文 中国人的祖先是谁 相传四千多年前 在中国的黄河流域生活着很多不同的部落 皇帝和炎帝就是其中两个大部落的首领 皇帝神通广大 有四张脸可以监管四方 炎帝教人们种植粮食 识别草药 他们两位的势力越来越大 矛盾也越来越大 后来皇帝打败了炎帝 统一了中原 创立了华夏民族 后世的中国人因此自称为炎黄子孙 炎帝教人们统一切成为炎帝 基金 炎帝教人们统一切成为炎帝 炎帝教人们统一切成为炎帝 炎帝教人们统一切成为炎帝教人们统一切成为炎帝教人的颜辛子孙